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是呈现的是一个小银星 但是呢这个小银星它是给了新高 而后的话呢当前的一种状态 MSD是即将进差 但是呢其实还没有进差 同时呢从3155点位以来 那么呢前面给出了四连羊 四连羊的话呢 那它的美中不足 咱们前面也多次提及 所以什么呢 量能始终在五军量线的下方 就是没有得到量能的放大 那么呢量能持续保持在五军量线的下方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反弹 再加上前面有个小的平台承压 那么这个位置的MSD最终将近不近 向下拐头 这是一种推演的视角 那么这个位置能不能被化解呢 取决于两个因素 哪两个因素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是仅仅是阴阳交替 而没有什么呢 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强顶分的呈现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还只是吗 只是一种资金的一种观望 或者说呢多空平衡 想要化解这个MSD将近不近 那么呢 在今明两天 或者说呢 在接下来 必须要出现一根带量的阳线 然后的话呢 一 MSD能够金叉 如果说到金叉之后上零轴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正硬正硬 又延续它的反弹的节奏 好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没有得到 刚才讲到的这种反爆阳线 也好 或者说虽然这样的一个带量阳线 那么这个节点的话呢 它的一个运行 其实呢 已经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一笔上 一旦出现顶分 或者出现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强顶分的视角 MSD呢 又属于将近不近的一种状态 那么的话呢 有一个小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空间相对有限 那么调整过之后的话呢 前面地点破与不破 那么呢 调整的过程 对于较大执行体量的朋友来讲 都可以挖掘它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周期 如果呢 资金体量小一点的 那么的对应的 具体的板块 具体的个股 一定是明确转强的信号 不管是残论结构的强势买点 还是传统视角下呢 最起码你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 出现新的强反爆阳线出现 再做这样的一个机会点来应对 好 这是对于大盘当前的一种观察点 用传统视角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到过这个位置 ABC的一个下跌 那么呢 咱们前面也讲到 只不过呢 这个位置下跌 它是高几十个点 低几十个点止住的问题 但是它不影响对当前时间周期的 这样的一个判断 好 然而我们再来看分钟结构 分钟结构的话呢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值得注意的是像今天 低开冲高 而后呢 回落这一五分钟 这一笔下 比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一笔下的话呢 它是属于力度增强 如果说用一分钟的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也就是这个一分钟的线段回落 它已经把前面这个一分钟的中枢 给跌破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一分钟 现在从3253点以来 一分钟线段下比较凌厉 如果说呢 今天日内 或者说呢 今天下午盘 一分钟线段的一个反弹 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或者说呢 连这样的一个回落的半部位都没有进入 那么呢 你可以观察一个震荡走弱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几点过之后的话呢 还是从事开的一个层面来讲 我们观察的是 这个几点 例如说的话呢 能不能例如像 昨天 前天 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平衡 就是呢 它只要说呢 没有出现强 顶峰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那么用单阳不破的视角 只是在观察 不管是分钟 中枢的构建 还是呢 直近的观望 就是呢 只要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强顶峰 这个位置呢 只是把它视为反弹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多空平衡 一旦出现强顶峰破五军啊 那么对应的观察一个乡下的回落 回落的话呢 继续找新的机会点 好 这是对于商政指数的当前的一个观察视角 能不能向上 想要延续 能不能补量 那么回落 那么呢 这个位置到底是正还是回落 还是继续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么呢 观察像这两天 它能不能强顶峰 是否会呈现 如果仅仅是阴阳交替的话呢 那么局部的还是属于板块分化 板块呢 轮动 个股分化 那么局部机会呢 依然可以去挖掘和跟踪 好 这是对于商政指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创业版纸啊 那么像创业版纸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给了一个非常简单 简易的这样的一个跟踪视角 非常容易去识别 什么样的一个分析视角呢 首先 我们把前面的高点2887点位以来 它对应的依然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高点 不断下移 然后的话呢 只要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奏没有被打破之前 那么对应了它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还视为这样的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节点 相信呢 很多朋友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好 那么当前的一个跟踪节点是什么呢 当前的一个跟踪节点就属于前面的高点能不能越过去 如果说呢 不能越过去 它实际上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高点不断下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只不过呢 在昨天 在昨天呢 它是对应的 从走势上面来讲 把高点和高点相连对应的一个压力 趋势压力线 那么呢 尝试突破 但是缺乏一点量能 那么今天的话呢 又调回到趋势压力线的下方 那么该趋势压力的话呢 依然有效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 如果说呢 一前面的高点不能这样的一个 高点不断下移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点不能打破的话呢 它只是弱势震浪 弱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如果说呢 什么时候能够带到什么呢 出现带量 把前面的这样的高点给越过去 同时的话呢 回落或者震浪 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压力趋势线的上方 那么呢 压力转化为支撑 那么呢 你可以 可以期待一个向上的动作 如果用残力结构的一个维度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前面是一个五分钟的中速震浪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当成第二一个五分钟的中速震浪 来去看待 只不过那两个中速的高低 有接触 有接触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同样的 如果说呢 对应的向好的一面呢 突破反压趋势线 把前面的高点覆盖掉之后 回落在趋势线 在压力趋势压力线的上方 压力转化为支撑 这是向好的一面 可以继续去跟 继续去把握 如果说呢 前面的高点不能越过去 又回到了趋势压力线的下方进行折腾 那么它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用传统视角是属于下行通道 如果是震浪 用常论结构的话呢 它是属于第二个五分钟中速震浪 只不过两个中速 它是高低有接触 可以用中速扩张的视角 但是呢 如果说它是带有抵抗的回落 前低不破 或者说破一下前面低点 但是内部有结构有被迟 调整过之后的话呢 一旦出现日线的强反暴 或者是出现这种强抵分 又会是新的机会点 好 这是对于创业板指数当前的一个观察的视角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当前的话呢 那么对于 不管是商政指数也好 还是创业板指数也好 MSE呢 都属于将近 但是呢 没有近 没有近呢 代表的是它前面反弹的这种量能 包括力度的话呢 还是偏弱 那么像创业板指数这个视角的话呢 也是MSE这个位置呢 也是属于 靠近零轴 这个位置呢 绿柱缩短 但是呢 它也是属于将近不近的这样的一个 呃 节点当中 好 这是对于大盘 对于创业板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具体板块的话呢 例如像半导体呀 呃 包括什么呢 呃 包括像消费电子呀 好 包括什么呢 包括像智能 好 像智能机器等等 咱们前面的话呢 是有过反复的这种跟踪 也就是呢 局部列向智能智能机器 高端制造 包括呢 像工业机械等等 包括呢 像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像底位科技 以及呢 像消费电子等等 像有些板块的话呢 那么结合它的量能 结合呢 各股的基本面和技术结构的公正 就是呢 这个后面几天可能指数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不能机制的谱量 它不排除呢 震荡阻弱一下 调一调一下 这个线下的空间有限 但是呢 局部的机会 还是值得进行观察和跟踪的 好 那么同样的这个位置都震荡当中 它没有出现强顶分 而是呢 阴阳交替 始终呢 在什么呢 在 8月8号 8月9号这两天的阳线的范围之内 进行阴阳交替的震荡 那么只要能横得住 横得住过座的话呢 一旦出现带量阳线 那么就是新的行情的一个开启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不悲观 但是呢 对于节奏的把握来讲 需要注意 这个位置的话呢 MICT将近不进的状态 然后的话呢 它的反弹的话呢 量呢 还是保持在五军亮线的下方 那么量呢 不能放大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短线的节奏点当中的一个 一个需要的注意的一个节点 如此而已 具体的板块的话呢 咱们稍后再去做详细的点评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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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